淘宝即将全面支持微信支付 昨日这消息一出 直接冲上热搜 把五岁的困件都干没了 大家好我是沙平君 关于这波化干戈为玉帛 汪恶的态度是 好耶 巨大改革 终于能省提现费了 早在今年年初 淘宝就开始支持微信支付的灰度测试了 测试半年多 如今的上线完全合心合理 不过有差友肯定纳闷 这些个大厂不都是有你没我 瘋火连天不休的死对头 咱就突然和好了 这事儿得输回11年前 起初是阿里腾讯互相屏蔽链接 而后字节也下场 打的呢叫一个难舍难分 这场集团大搏斗 持续长达7年之久 直到2021年9月 工信部召开了名叫 屏蔽网址链接问题行政指导会的会议 要求阿里腾讯字节跳动等平台 在期限内解除屏蔽 不然会依法采取处置措施 刚开完会 巨头们就开始行动了 阿里气得饿了吗 优酷 大麦等纷纷加上微信支付 微信也更新了 微信外部链接内容管理规定 宣布聊天框里的淘宝外链 可以打开 不过有点像互相试探 看看各自诚意 并没有直接格局打开 比如刚开始时 微信能打开淘宝链接 但不是跳转到淘宝APP 而是在网页操作 完事还得支付宝买 到了22年3月 淘宝又放开了一点 支付时可以选微信扫码 或者让微信好友代付 到了后半年 支付宝又放开了个微信好友转账 到这儿微信感受到了对方的诚意 没过多久 就把淘宝的外链给放开了 朋友圈广告也能直接跳转天猫 去年618 腾讯和阿里还搞了一波双编联合补贴 朋友圈广告就能直接跳转淘宝APP 同年双11 淘宾的商家也能走阿里渠道 在微信里投留了 视频号 朋友圈 小程序的广告 都可以直打淘宾店铺 到这时候 两家能打通的都已经差不多了 无非就算最根本的支付业务还在琢磨 结果春节一过 就有用户发现 淘宝在灰度测试微信支付 这几乎就明示了 成不成都是丑圈儿见公婆 早晚的事 大厂们相互合作 且手创新 在这两年其实也算是共识 别说阿里腾讯化干戈为玉伯 后入场的字节 也是逐渐趋向合作 比如抖音吧 虽然跟视频号是竞争关系 但在过年期间 抖音还是跟腾讯商量好 把王者荣耀跟和平经营给放开了 甚至还挖来王者一哥张大仙 从三方龙虎斗 到金凤玉露相逢 盛却人间无数 除了和政策有关 也和各家实际利益脱不开关系 互联网初期是你又搜索 我有社交 他有电商 业务不相干 谁也不妨碍谁 之后头部平台逐渐朝全生态发展 你做游戏我也做 你做外面我也做 你做打车我也做 为了抢占消费市场 双方砸钱 那就一个碳为观止 但到了现在 互联网红利逐渐见顶 大环境下竞争 从增量转成存量 工程略地谈很容易 这种情况下开卷 除了空耗钱粮 估计不会带来更多的好处 如果大家能放下干戈 互相配合 说不定反而会有新的增量出现 所以插明听觉得 这次淘宝微信大和谐 可以算是平台合作化中的标志性事件 对阿里来说 淘宝与微信互通 可能会让用户流量增长 腾讯作为入口 成人之美也并没啥坏处 至于我们用户嘛 就坐享开放的成果 起码再也不用复制淘连接了 这才是互联网该有的样子 要我说你们早干嘛去了 能不能搞快点 我还想微信收到的红包 能直接云闪付 逛完京东用支付宝买单呢